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如果說我今天要用同樣邏輯 把這個同樣邏輯轉換成那個什麼 Python邏輯的話 如果我說我要寫 那會有哪些不一樣 你可能要知道說 哪些不一樣 你轉換就很快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學一個 另外一個語言 我要先清楚一下 到底這個語言 跟我之前熟悉的語言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那我就把那些不一樣的地方抓出來 一樣的地方我就照著寫 那我等於很快就可以上手吧 所以我其實 像我剛開始接觸Python 幾乎可以說是很 幾乎是無縫接軌 我馬上打馬上就上手了 因為我把以前的習慣都加進來 然後去了解他的差異 馬上都知道說他到底要怎麼run的 其實說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不用花太多力氣 我覺得這樣來學習 可能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累 不然 如果假設你又重新再一次 新的東西 你又再學習 那很 我發現業界也蠻多前輩都很排斥 只要有新東西 就會 就會不想要 不想去聽 你不要跟我談 那會轉移話題 那其實當然也不是好 因為總有一天他會遇到 可能 也許那前輩已經即將退休了 他想說 這也不該我的事 我退休之後就什麼事情都沒有我的事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不是吧 你退休還是要學習吧 人 而且現在有時候退休大概年齡都六十幾歲 其實也算還很健康 然後還很 就 你不學習 那 那 要做什麼 就算我如果 我 我老朋友問我說 那你退休之後 我說退休 我應該不會有退休這一天吧 我 我只要有呼吸那一天 我一定還會想要 做一點事情吧 對不對 OK 不然的話 我每天閒人在家 我一定會瘋掉了 我要幹嘛 對 總要做一點事情吧 總要刷一點存在感 沒有上課就沒有錄影 沒有錄影的話就沒有影片 沒有影片就沒有辦法上YouTube 沒有辦法上YouTube 就很多人看不到我 對 至少還可以刷一點存在感 OK 好 那總是做一點事情 我覺得 至少會有重心 那怎麼樣把這些改變 裡面大概有幾個 FOR一定不一樣 所以FOR的話 一定是FORI IN RANGE 那個FORI IN RANGE RANGE的話 你要知道說 我們要知道範圍多少 那一定是 要計算它的長度 所以用LEN有沒有 去算那個S 比如說 S等於INPUT INPUT的S的長度 然後那個字串的部分 在那個VBS用MID去切 可是在Python 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 用之前講過 其實那個S S第幾個字的話 你可以拿中瓜糊 第幾個字 第0個字的話 其實就是抓到那個什麼 抓到KINGDON的K E的話就是I E是類推 有沒有 所以假設啦 在這邊用MID 這邊就是用中瓜糊 那ASC的話 那在那個Python 它換個名稱 它叫ORD ORD OK 這個名稱為什麼 我也搞不清楚 它怎麼會 像那個在 ECL裡面是用Code Code還蠻好記的 Code就內碼 那那個VBA用ASC ASC 有沒有 II沒有 ASC 蠻合理的 可是Python為什麼叫 ORD Order 自取啊 哦 ORD ORD OK Order 也有道理 OK 因為想OrD 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是Order跟那個 內碼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 所以它可能就是 一定要想一個 函數名稱 但是這個函數名稱呢 它又不要跟人家取一樣的 對不對 它不能說 我取一個叫ASC 那跟別人都一樣 這樣好像 感覺有那種 侵犯別人的著作權的那個味道 OK 所以 取名 所以為什麼也會想說 為什麼Python有時候取那些怪怪的名稱 因為它一定要給它一個名稱 但是又不能跟前面的雷同或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麻煩的點 可是裡面做的事情明明就一模一樣 為什麼你要取不一樣 這是很麻煩 所以學習我覺得就是說 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環境 它就是要考慮到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所以它就要取不一樣 那沒關係 它變了 你也跟著變 只是說你要多記一點東西 就這樣而已 OK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加總 加總就把它加一個Total的變數就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那在Python裡面的話 把這些轉移之後的話 程式一樣也是只有六行 那怎麼寫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就是大概假設我要輸出這 輸入這一個輸出這些 輸入這個 輸入這個 所以輸入的話一樣 我要必須給它一個地方放 哪個地方放 也許我就一樣 底下這個先 D掉 OK Delete掉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輸入進去 所以輸入到S 那Total等於0是因為我將來要輸出一個加總 那後面的話呢 我就怎麼寫一個for圍圈 因為我要必須怎麼 一個字一個字切出來 for i in range 這個range 其實很多地方雷同 那range的話呢 當然我從0到多少 0到len 然後它的lan裡面的算S的長度 對不對 OK冒號 enter一下 然後 當然特別注意 我前面講過 0這個可以省掉 所以 這個 當然如果可以不寫就不寫 因為如果怕不寫 有些同學 可能會 會沒聽到 OK 那這邊就 那我們就回圈範圍確定了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做底下的事情 printer arskey code 把arskey code查出來 先輸出這個字 再輸出這個內 所以我只要printer printer什麼 printer 那個字 那所以一個這個 所以前面有個敘述嗎 就是arskey code for 空格 那個字 還有 特別說這個單引號也要 所以這個乾脆把這一串 前面的單引號 我就先給他一個字串 先放進去 然後呢 再串接 串接用++ 裡面的話放了什麼s 中瓜糊 中瓜糊是抓第幾個字 抓第i的字 從0就抓第1個字 ok 然後後e s類推 那這個字就抓出來 第1個字 k 那e字 後面這個 然後記得喔 那個如果你們這樣考試的話 空白喔 一定不能少 少一個空白都不行 那先加一個雙引號 把它貼上去 單引號 那個k 是 後面空白 然後再串接一個什麼 是哪個內碼 我經常講ord 也許就order吧 ok 他以為會出現ord 瓜糊 哪一個字 那就是這個字 就把這個 放到裡面來 我這樣習慣 拖拉加ctrl鍵 其實等於複製貼上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基本上就可以列出這個表 來看一下是不是能夠列出 來執行一下 那我就把什麼kingdon 輸入 幫我把kingdon 這個kingdon 輸入 enter一下 看會不會列出底下的表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一定會出這個錯誤 他會跟我講什麼呢 欸 你這個地方typel 有沒有 形態錯誤 那 你的int 不能幫 不能串 所以為什麼不能串 哪一個地方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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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inputs一定要自串 對 然後再去抓 那其實他跟我講說 你要能夠 他串接 在串接 strim的話呢 一定是要是srt 不能是int 所以一定是串接的地方出錯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定 按到 一定是那個串接的地方出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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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我想你們也要把這個當成 就是一定要知道為什麼 假設你寫錯程式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說程式錯誤 你要能夠修正 因為 就像未來你假設去考試 一定也會遇到類似狀況 沒有百分之一百 但至少他一定會 那 其實有幾個步驟 一 他會告訴你哪一行 所以點下去他會告訴你這一行 OK 那你就知道這一行出錯了 那這一行為什麼錯 他底下會告訴你說 我print這一段的時候 他有一個type air type你就知道吧 形態嘛 那形態跟你講說 我如果要把 4串做串接 加號就串接 那一定是要是str 就是一定是4串 那此不能夠是這個什麼int的形態 所以也就是這一串裡面 一定有一個地方 他是 數字 而不是文字 那哪個地方 其實他應該可以猜出來 就幾個地方 這個一定是文字 這沒有問題 有沒有這一段 這一段也一定是文字 沒有問題 所以可能的問題 應該是這裡跟這裡 OK 應該就沒有別的地方了 那你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不是 這個的話意思說 我把這個字裡面的 第幾個字抓出來 抓過來他一定也是字 字抓過來也是字 所以錯誤又顯然就是哪裡呢 就是這裡 那這裡為什麼錯 因為 ORD有沒有 他回來的 會跟你講說是 ASKIKO內瑪的哪一個位置 的數字 的數字 他不是回來給你的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會出錯了 就這樣而已 OK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其實在 這個地方也是我 我就是把VBA轉換成Python過程當中 最容易出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VBA裡面 他比較不需要 他如果是數字 你只要串接 他自動幫你轉 也就是說 在VBA裡面寫 你不轉都沒關係 全部串在一起都可以 他如果遇到數字自動 他VBA比較有人情味 他會自己幫你轉 我知道你寫錯了 我自己幫你代 你就不用再勞駕你了 也不用 對 因為明明 會這樣寫會錯 主要是因為沒有轉型 OK 這個問題 以前寫Java寫C++更麻煩 一個都不行錯 而且更嚴謹 嚴謹到一個爆炸 真的寫這個的話 反而如果比起來的話 那VBA是最不嚴謹的 然後Python是其次 如果你寫Java或C++那種 那這是更嚴謹 而且錯誤的可能性更多 所以比起來 當然現在這種語言 已經又比較簡單一點點了 我覺得 相對比較人性化 OK 那只是說 再怎麼人性化 那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資料型態的問題 所以其實學程式的人 最容易犯的錯 就是搞不懂 資料型態的問題 尤其是數字跟文字的差別 數字跟文字之間的差別 有沒有 常常還是有同學一直 在那邊轉 到底 Input裡面進去的是什麼 對不對 Input一定 特別說 Input一定是字串 文字喔 OK 所以 這個可能慢慢要熟悉啦 當然因為這些東西 你本來沒有的 你可能要慢慢加強強化 那其實 為什麼要你們不去 比如說去考證照這一回事 其實就是 你一定要repeat repeat 像這種東西沒有別的訣竅 就repeat 那 直到呢 你已經熟到已經不行了 就是很直覺的 比如說我為什麼我一看我就知道 因為我已經熟悉到 已經不太需要思考的階段了 就是直覺的 那你直覺你才有辦法很快的把程式寫完啦 不然每次都要再想一下 卡一下 想一下 卡一下 所以像有些程式 我們可能一下就寫完 那很多人 不熟的人就是在那邊 反覆在思考 一個小問題也要想很久 那當然自然的效率就不適合 而且最怕就是說 那個 沒有100分 就一直卡某個其他地方 對 哪怕你已經達到98分了 也是 不對的 98分在程式裡面也是算0分 OK 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 很麻煩 那當然我只是提供給各位一個 比較學習程式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強調就是你 如果要跨境程式領域 這些地方注意的話 以後應該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 OK 那這樣寫起程式 就會是一種愉快的經驗了 那所以解決方案很簡單嘛 就是 在這一個外面包一個 STR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可以講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STR 然後前刮弧 再加上後刮弧 這樣OK 如果你不想這樣做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其實你可以 逗點 但是逗點會多一個空白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空白拿掉 把這邊加一個逗點 這樣也可以 因為逗點 它會多一個空白 那串起來看起來 如果說這邊又多一個空白 又多一個空白 那變兩個空白 那就不對了 OK 所以你可以選 一樣的道理 這邊能不能用逗點 可以 但是這邊就不行 這邊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它會多一個空白 跟最後看到的 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K這個前後不能有空白 如果你這個地方用那個 那會出錯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 O不OK的 知情一下 然後把那個Kindon 這些貼上去 看一下 它會不會成功了 Enter 好 有出來了 最後的結果 看一下 應該跟 它要的應該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 我們還少加總 我要把這些數字加起來 然後輸出到最下面 所以我剛剛有弄了一個TOTAL等於0 那TOTAL等於0 其實就是要幫我加總 加總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ORD的這個資料 把它怎麼樣 等於TOTAL 這邊TOTAL也會打出來 TOTAL 加等於 那這種寫法就不適合VBA 加等於什麼呢 把這個ORD的結果 幫我把它累加起來 把ORD的東西累加起來 就這樣寫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幫我再PRINT這個TOTAL就可以了 PRINT 然後把這個TOTAL的結果呢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好 應該就寫完了 OK 把它執行一下 然後一樣KINDOM KINDOM 我剛剛貼過了 Enter 有沒有一模一樣 有一模一樣 那有一模一樣的話 那就是這一題就拿 就得分了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 我這個地方呢 自串 有沒有 它input一定是自串 但是你會發現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你這個地方 明明你就把它當一個串列來用 對 那你也沒有轉型 那這樣子很容易 很容易搞混 不過跟各位講 這就是Python裡面一個特性 自串也可以拿來當串列使用 不需要特別轉換 但是如果你要特別轉換 可不可以 可以啊你也可以 我好像在雲端上有放另外一個寫法 就List1 等於什麼呢 等於List 挖弧 S 然後呢 再把底下通通用List1 這個List1 這個List1 這邊也List1 這樣寫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但是 好像剛剛那個寫法 應該比較精簡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去揣摩 有些地方都雖然可以這樣寫 但是如果呢 可以更精簡的寫 那也就更精簡一些 那兩種方法都OK 你不要一直鑽牛角尖 反正以你比較好理解 為優先 你千萬不要說為了要 寄個精簡的 然後搞得自己好像也都 就是會不熟 或者有一些做錯的動作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一題呢 802的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